新加坡军服真的在亚洲科技领先吗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新加坡军服 新加坡于2018年就开始更换具有特殊耐火性 以及有西汉 素杆等特征的新款迷彩服 而且相比之前并不算落后的老款迷彩服 干燥速度又在之前的基础上提高了60% 透气性更是提高了1.4倍 并且军服设计的颜值完全在线 与解放军最新的21式星红迷彩有的一拼 新加坡高科技迷彩军服为何比解放军装备还早 新加坡虽然是袖珍小国 但军事力量并不算弱 特别是在武器装备发展的科技程度上 一直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 别看其国土面积只有735平方公里 总人口也只有564万 所以导致其正规的现役军人总数不够5万人左右 但是由于其是一个西化的国家 所以不光购买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武器 在枪械和迷彩军服等单兵装备的发展理念上 也更接近国际先进水准 并更早与国际接轨 那新加坡迷彩军服与解放军21式迷彩军服相比谁更优秀 虽然新加坡军队配发采用新材料的迷彩军服时间明显更早 但解放军的21式星空迷彩系列 无论是从各项设计理念上 还是在高分子透气材料的运用上都具备细节更加讲究的特征 比如标志的模糊暗化处理 B张小口袋和战靴隐形口袋设计等 以及只按照作战环境和作战任务不同 相应配发丛林 荒漠等不同系列迷彩军服的分类方式 已经超越了新加坡军队还保留的同一军种配发同一迷彩的方式 不过就陆军的丛林迷彩而言 新加坡军队远观倒有几分刑似解放军 新加坡陆军穿上迷彩服为何与解放军刑似 因为新加坡75%的人口都是华族 军队中自然也是以华族士兵为主 加上如今国际主流的迷彩军服样式 以及战术头盔 战术背心等各项装备的趋同性 如果不在意迷彩颜色深浅不同 身着新式迷彩服的解放军与新加坡陆军站在一起 显得十分相似 不过在气势上明显不同 从中兴合作2023陆军联合训练的画面来看 新加坡陆军不仅有更多的眼镜兵 而且眼神中更多透露出智能 当然这和新加坡的兵役条件有关 新加坡军队士兵实力真的很弱吗 如果单看陆军因为人口问题和韩国一样 采用全民兵役制的新加坡陆军 骑士兵整体素质的确无法和解放军 经过筛选才能服役的兵员相比 不过新加坡军队在武器装备上 特别是海空军力量上 可以通过装备的科技实力来提高战力 新加坡军队究竟是如何做到实力不够科技来凑 进口先进装备是第一大法宝 比如陆军进口配备合成装甲的德国鲍尔坦克 空军装备美国的F-16战斗机和C-130大力神运输机 以及E-2C鹰眼预警机 还有英法和意大利 荷兰等众多西方国家的各类型战机导弹等武器 海军方面虽然规模不大 但依然组成了一支从法国进口的 可谓级导弹呼吟舰领前的舰队 甚至还有潜艇部队 以及四艘8000吨级的两栖登陆舰 至于第二大法宝则是不断对装备进行技术升级 其中军服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 但却很受新加坡重视 新加坡着重升级的军服究竟有何特殊 和的双面材料制成 不仅能够耐火吸汗散热透气 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士兵在作军过程免受擦伤 并且其这一些材料的供应商还是来自中国 新加坡新式军服采用中国原材料供应商 之后又与中国进行联合训练 究竟有何意图 新加坡作为明确战队西方阵营的国家 其张一亿海军基地 又至今仍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 其与中国不断走进的军事互动 恐怕也只是为了同中方缓和关系 增进了解好作生意 看其军队作为军礼服使用的一号军服 具有非常浓厚的英国遗风 就知道英国臣兵者对其国家意识的影响 要远比我们在传统文化上 对其残存的影响要深 虽然新加坡军队在迷彩作训服装上 完全能够接受更新的思想和技术 但是在代表国家意识的军队礼服上 却表现出了深厚的保守性 和对西方的文化认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